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紫金 《明朝败家子》第721章 御驾亲征 情虚 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 一个宦馆火送抵达紫金城中一个偏点 负在萧婧耳旁 而雨了一番 萧婧吓尿了 他脸色灿燃 一把揪住这小宦馆的衣襟 说 大臣 大臣 小宦馆要哭了 萧婧魂不附体 也几乎要哭出来 他犹豫再三 最终匆匆地赶到暖阁了 在暖阁里热乎乎的 有了乌烟煤 再加上现在红之皇帝 也是有矿的人了 这暖阁里的地龙也舍得烧了 因而在暖阁的夹角 做烧的炭火散发到暖阁里 整个暖阁里是热烘烘的 刘剑等人跪坐着 而英国公张茂激动得不得了 他打开了鱼图 当着陛下和刘剑 李东阳 写钱马文生 张生等人面 喋喋不休地说 你往一旦返了 势必要顺水而下 定是想攻略南京的 达成化江而至的局面 否则以他的能力 端无可能北上 陈海鼎说 他收买了颇阳湖的水贼 这些水贼 正好可以作为 他顺江拿下南京的骨干 他想要攻打南京 其首要的目标 即是九江 陛下 九江这些年来 无被松弛 父亲的卫所 几乎是老弱病残 若现在这个时刻 宁王反叛 只怕这个九江 传言之间 就要落入宁王之手 他顿了顿说 因此和宁王决战的地点 绝不可在九江 倒是安庆最是何事 此地被靠中都 因而 驻扎大量军马 城池也是极高的 应立即下旨 命人用铁锁横墙 在这一带布下防线 阻止宁王冬战 洪志皇帝等人不断点头 张茂确实是一个 眼光独盗之人 他似乎对于大明的 每一处驻扎的军马 每一次的城防防备 以及各处的地形 都了然于凶 因此说起来 可谓是头头是道 至于江西 被宁王所经营 这干北和干新一带 乃是他们的大本营 尤其是一春 上高 高安等地 为历来宁王所染指 所以 为了牵制宁王全力东京 就必须在赶中和赶南一带 其中以吉安府为中心 派遣亲事 招揽异军 也不必领他们进攻 只需让他们虎视眈眈南昌 便总已令宁王不敢全力供安庆 有了这两手 宁王既不能全力拿下安庆 又害怕附备受吉安之敌 只要他还被困在干北 毫无作为 等我朝廷派大军 至干北一带扎营 宁王自然不攻自破了 那谢谦忍不住说 殷国公 可若是宁王不取安庆和南京 而是攻干南呢 张茂爽朗大笑起来 这谢公就有所不知了吧 江西乃四战之地 北是江 这干西山巒起伏 干东亦是大山连绵 干南更是群山连绵 他除了顺江而下 去南京 无论向哪一路 都是自去灭亡 他所招募的数万人 能有多少力量 谨守各处爱口 便叫他插翅难逃 死无葬身之地 这行军打仗 可不是对这于途 虎口起去就可以的 要研究好山川河流 这么说吧 谢公可听说过 历朝历代 可有起于江西 而得天下的吗 众人漠然 你有道理啊 张茂笑吟吟地说 所以宁王不可拒 要对付他们 关键在于安庆 安庆若是文弱磐石 宁王便是瓮中之别 陛下给陈十万进兵 陈八个月之内 便占宁王守金于南城城下 洪志皇帝听了张茂的分析 心里大定 微笑说 张庆家自乃谋国之言 朕听了 信甚未知 果然不愧是 何建王之后啊 何建王 乃是张茂祖宗张玉 追风的爵位 张茂一听 何建王三个字 立即想到自己的先祖了 眼圈便红了 拜下说 老臣为名将之后 一生碌碌无为 早有向先祖 为朝廷立下大功之心 上报俱难 下岸黎民 如此方不如墨祖先 遭人耻笑 陛下托付重任 老臣岂有不尽心之力 红智皇帝连连点头 说 听清之言 朕心甚未 却在此时 那萧静来了 萧静不断给红智皇帝 施眼色 红智皇帝皱眉 说 小伯伯 何事 萧静要哭出来 拜倒在地 奴婢万死 红智皇帝又皱眉 你直言便是 萧静带着哭枪 说 陛下 奴婢 奴婢 刚刚得到消息 太子殿下 不知所踪啊 红智皇帝冷冷地说 又不知 去哪儿玩了 萧静摇头 根据东厂的查访 方知 他的太医路 去了南昌府 这一阴 突退夜战 都有一个叫 诸寿的人住店 相貌和性子 都和殿下一般无二 不知如此 殿下还带去 三四个护从 据说 是要去 亲手取了 宁王的兽妓 红智皇帝 蒙了 我操 带三四个人 他就去了南昌府 还要去杀宁王 他以为他是谁啊 红智皇帝 豁然而起 这小畜生 刘剑 张茂等人 也吓了一跳 纷纷败道 陛下无忧啊 他要气死真难 红智皇帝怒道 方济帅呢 方济帅 不是和太子同去的 可是此日 也是活鸡活了的难去了 奴婢在猜测 定是方都尉 知道了些什么 想要将太子殿下追回来 可现在还没消息 奴婢又猜测 想来 想来 他找到太子殿下了 然后呢 红智皇帝质问 找到了太子殿下 应当就和太子殿下 一起去了南昌府了吧 红智皇帝要昏厥过去 狠狠地握拳 手砸在御岸上 你方才明明说的是 方济帆去追太子了 肖静瑟瑟发抖 说 可是 瞅着瞅着 够了 红智皇帝服了 彻底地服了 三天不打 上方接网 好不容易觉得 这小子出息了 他又来这一套 他怒气冲冲地说 仁寿宫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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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不知 奴婢不敢说 红智皇帝暴跳如雷 那就一个字都不要说 气死了哪一个 朕绝不饶你 众人同情地看着红智皇帝 陛下自己都要气死了 结果还惦念着 太皇太后 张娘娘和公主殿下被气死 真是惨哪 陛下 张毛说 是吉尹 太子殿下只怕雄多吉少 而今 贤良已调度大半 老臣这就领兵 直扑男丈夫 以免命人自主搜索太子和驸马多位 到了这个时候 只能这么干了 人都跑了茫茫人海去哪里找人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平叛 决不耽搁 红智皇帝 摸着自己的额头 胶着地来回踱步 父母再不缘由 这话没人教这小畜生了 这小畜生 他死了便罢 若活着 朕不打死他 红智皇帝 陷下要昏厥过去 突然 眼泪 啪哒啪哒掉下来 朕的尔然 朕生你 养你 你何知 是朕如此 朕做了什么孽 何知如此 刘剑等人吓坏了 诚惶诚恐 陛下无忧 太子殿下 既然自有天下 红智皇帝 揪着心口 说 当初 他走在哪儿 都牵着朕的手 朕在疲悦奏书 他便坐在朕的膝间 黏着朕 一是盘克不见了朕 就要滔滔大哭 从前那个后朝 现在怎么就这么嫌恶朕 恨不得 插翅到天边去 陛下 众人纷纷落泪 陛下还是先想办法 红智皇帝 失魂落魄地说 想办法 对 是该想办法 这个小畜生 这个小畜生 红智皇帝 嘴唇哆嗦着 连骂四句小畜生 方才抬谋 历声说 亲征 欲驾亲征 什么 所有人 目瞪口呆的 瞠目结舌的 看着 红智皇帝 红智皇帝 似乎态度坚决 金宁王叛乱 朕若不亲自平叛 愧对先祖 开祖高皇帝 历来亲自重逢现阵 闻皇帝在世 亦是亲越三军 处冠凭贼 哪怕 宣宗 诸先皇 亦是亲自 寻阅三军 自 朕登基以来 天下 大体成平 而宁王之盼 事关重大 非及早平定不可 朕欲驾亲征 可鼓舞三军 是将士奋勇 朕一一决 谁也不可再劝了 英国公张茂 入围先锋 朕帅经营 随即接到 传之下去 刘建想要劝说 陛下 万万不可 洪志皇帝 却意味深长地 看了刘建一眼 说 若是亲家的儿子 同样不知所踪 也可以说 万万不可 刘建沉默 倒是此时 礼部尚书张升级了 他是礼部尚书 怎么能让陛下亲征呢 这礼法上 张升阵阵有此地说 陛下 臣子若是不知所踪 臣子当以国家 家国为重 断不会任性而为 洪志皇帝的脸 拉了下来 小静则看了张升一眼 突然想起了什么 奴婢记得 好似陛下带去的几个护总 有一人叫张元熙 张公 此人和你什么关系 张升懵了 然后啪哒一下 瘫倒在地上 男男的说 小公公 你莫要开玩笑 乌尔有腿脊 他 怎么可能 去南昌呢 这 太可笑了 太可笑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百家子 作者 上山打老虎 演播 四季 明朝百家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